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 陪伴大家 以下半小时时间 我们轻松快乐的一起度过吧 这里是娱乐秀节目 首先来关注佟丽娅 最近更新了一组写真照 身穿粉色的小香风的那种吊带裙 哇 头戴珍珠发枯 整个造型非常的像一个公主 在明媚的阳光下捧着鲜花 罔如童话镇的那种公主一样 另外还有就是端午节刚过 方圆晒出了在端午节当天 全家出海的温馨合影 女儿当起了小小摄影师 给妈妈拍了不少的美照 而这次出游 全家乘坐的就是郭富城的私人豪华游艇娃 一家四口头挨着头 一起躺在甲板上晒太阳 母女三人都戴着墨镜 然后方圆在后期给郭富城也披上了一副 方圆算是天王嫂当中最年轻 也是最高调的一位 平时经常会分享和郭富城的甜蜜同框 或者是全家福 那这样的节庆时分 也就成了他秀恩爱秀幸福的好机会 而端午节同样 江洪杰分享了自己和一双儿女 在台北的幸福生活 配文很简单 简单幸福快乐 似乎可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恩 然后全家人一起欢庆端午 江洪杰带着女儿小爱将和儿子小小杰 一起做出吃粽子的表情 三个人也是超级开心 也是在享受这种简单的幸福生活 江洪杰和福原爱在和解之后 好像各自的生活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你看江洪杰就比较坦然的享受家庭生活 而反观福原爱这边总算也是彻底的放下了一切 然后将重心回归到了工作状态里 目前在内地也开始做直播 做事业也算是有了新的改变 而在香港这边 58岁的老明星叶子梅 是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 堪称是一场盛会 她化身为神奇女侠 打扮了一番高调出席 和众多的圈内好友欢聚一堂 而派对上罗兰 影光 黄百明等老朋友 纷纷登台献唱 为她庆祝生日 要知道在香港娱乐圈的黄金时代 就是那个80年代 就是年代初的时候 叶子梅是以她的丰满的身材和性感的形象 迅速走红 成为一代性感女神 不过在这次的生日派对上 欢声笑语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岁月在她身上的痕迹 自从1992年 她宣布淡出娱乐圈之后 她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 靠买楼投资成为了隐形富婆 而最近30年后的今天 她有意要宣布 复出影视圈 重新站到大众的视野前 而且她还坚定地宣称 这一次的重返演艺圈 将不会再走性感路线了 而是渴望接受一些 更具挑战性的角色 比如在新闻女王当中 所饰演的那个man姐 这样的角色 是不是看了别人眼心里痒痒了 不过要知道娱乐圈 可是一个讲究青春和颜值的地方 对于她这样一位 已经58岁的女明星而来说 要想重新赢得观众的认可 那不是那么容易哦 即便她是曾经的昔日性感女神 目前也要面对市场的 无情考验啊 娱乐继续秀 来关注音乐圈的消息 从全球放眼来看 今年第一季度 据说全球的演唱会平均票价 创下了123.25美元的历史新高 另外有一些数据也显示 像是国际巨星 Taylor Swift和Beyonce 他们的演唱会门票的销量 继续在创下历史新高 像是Swift的时代 巡回演唱会 已经成为巡演史上利润最高的巡回演唱会 美到一地 哇那个掀起的波澜 真的是哦 但是也有一些艺术家 比如Jennifer Lopez Justin丁布莱克 还有黑药是乐队的Black Keys 甚至坏兔子Bad Bunny 据说最近的演出都有点卖不动票了 很难说在疫情后的世界 现场的娱乐业的前景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同了 门票的价格不断攀升 即使你订的价格更合理 但也不容易得分 而一些艺人可能高估了他们的大众吸引力 预定了大量的场地 但是当门票没有卖光的时候 他们就感到很惊讶 比如说Jennifer Lopez就取消了他最近的巡演 他的理由 他说是需要时间跟家人待在一起 但是最近他的现状也不是很乐观 最新专辑 以及他亚马逊Prime配套电影的销量 充其量也是算疲软吧 再来看中国内地的歌手2024 这个阴宗节目 前一阵子不是大肆官宣 断媒 Charlie Bruce将会来参加节目录制 引起粉丝的热议 之后断媒在外网的一些黑历史被曝光 引发了一些羽情风波 结果最新的6月11号相关部门的回应就来了 据说官博士删除了断媒要来的这个官宣的视频 所以恐怕也在权衡吧 那有记者就从之前是处霍西说经过几周的权衡 断媒将无缘近期录制 或将有国内一线的女歌手来救场 有人又爆料说救场的应该就是隔壁棚浪姐 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的歌手 也有人猜测是乘风节目里面的外国歌手 不过再具可靠的黄牛的消息说 救场的有可能是上文杰或者谭维维 这两个人唱功还是不错的 也有网友说下次也别预告了 那么隆重的宣布然后又不要人家来 直接空降吧来谁谁都可以 而最新的音乐圈消息来自陈一讯 11号陈一讯巡回演唱会发布了 重庆站的延期公告 说陈一讯因为打网球中暑休克 晕倒结果导致下巴撞地受伤了 而且意外发生后陈一讯就立即送到医院 接受诊治 医生检查后发现腮骨出现骨裂 还有下巴的皮肤破裂 破裂的伤口伸至健骨 所以需要立即进行缝合手术 一共是缝了30多针 而且基于医生的诊断 为了让下巴的伤口以及腮骨能够完全愈合 至少需要休息三个星期 据说当天逢真的那天还不能说话 这样一来的话 重庆站有六场演出 本来是6月14号到16号 6月21号到23号 哇就要延期了 目前是说延期到2025年内举行 因为不能确定 而关于延期和补偿的安排 主办方将尽快向大家公布 声明也提及 陈一讯目前状况稳定 需要继续留院 接受治疗和护理 请大家放心 哎呀 如果对于那些买了票 已经安排好行程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有点焦虑的 这边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也是今年陈一讯的新专辑当中里面的这首 焦焦焦 有网友说听过这首歌之后 彻底治好了他的焦虑症 这么有效吗 一起来欣赏吧 歌曲过后 我们继续娱乐秀 in one seco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t one second in two minutes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时间继续走娱乐继续秀 这里依然是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节目 我是萧芳 陪伴大家在路上在耳旁 接下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 最近动作喜剧电影 绝地战警生死与共 发布了一个第一视角的动作特辑 我也刷到了 史皇威尔史密斯 亲身上阵拍摄枪战戏 就是那个摄影的装备 就绑在他身上 然后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可以转来转去 然后他拿着枪 想拍外面的视角的时候 他就把摄像头转出去 就好像他在看着什么 然后他想拍自己的镜头的时候 就把摄像头转回来 对准这个镜头 把枪对准他 这个第一视角带来的是 无与伦比的沉浸式体验 我觉得这个设备倒挺好的 据说在北美开化的票房 是破了5600万美元 登顶了周末的票房冠军 全球的首周票房 目前已经破了1亿美元的大关 也被视为拯救 数七档票房的希望之心 所以这个暑假 你有安排去看这部影片吗 6月22号也将登陆 中国的各大原先 据说影片中 维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的 默契搭档被赞扬 表演轻松又自然 让人捧腹大笑 就是那种又有动作 身上腺素飙升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有搞笑的对话 我觉得这种片子看了挺轻松的 稍后要上映的寂静之地入侵日 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部新片 最近也发布了全新预告 还有IMAX的海报 怪物入侵又引发了全球末日危机 影片将于6月28号 在美国以及中国内地同时上映 在全新预告中 时间从末日第474天 回到末日第一天 那个时候人类还尚未掌握 无声世界的生存法则 当如狮潮般的怪物 从天而降 在街道的人潮中 开始肆意展开无情的捕虑 任何发出声音的人类 都会倾刻被秒杀 而幸存的人类 只能拼尽全力做到 别出生 活下去 也是在末日危机的逼境下 上演了步步惊心 寂静之地入侵日 相比前作的叙事视角 从乡村小镇 升级到了繁华都市 平日里我们周围司空见惯的地铁 图书馆 办公楼 街道等公共场所 此刻全都隐藏着未知的危险 恐怖的怪物无处不在 而只要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就会遭到凶残的追杀 预告中被炸毁的大桥 表明纽约会沦为一座孤城 人类与怪物展开了一场末日绝境 大偷杀 这部入侵日 在原有的惊悚的设定基础上 从世界观 叙事格局 怪物的数量 燃炸的场面等等 都全方位升级 也就是看上去会更赢 更爽一点吧 该片由迈克尔·萨诺斯基指导 前作的导演约翰·卡拉辛斯基 担任监制 陆皮塔·尼永奥 丹尼斯·欧哈拉 以及杰克·汉苏等将出演 6月28号就将上映 记得这个日子可以去看哦 还有电影《死士与金刚狼》 也公布了多张智识海报 小健健和狼叔 这一对死党互怼不停 硬和搏斗加上嘴炮 好兄弟即将踏上 拯救多元宇宙之旅 这次公布的多张智识海报里 IMAX的海报当中 死士和金刚狼双手紧贴 哎呦 那个狼情示意 暧昧满满 而两人手腕上 有一根友谊手链 似乎也呼应了 近期有传言说 知名歌手梅梅 Taylor Swift或将出演 但其实Taylor Swift这次 并不会出演 《死党与金刚狼》 这部电影是由 肖恩利维导演 瑞恩雷诺兹和 修杰克曼主演 讲述 死士因为使用锁链的 时间旅行机器 四处穿越 修改历史 就被TVA时间管理局 逮捕关押 而同时时间管理局 正在招募各个英雄 在多元宇宙的最强版本 以组建军队 金刚狼就是其中之一 此事得知之后 他计划说服金刚狼 跟他一块逃走 电影由此展开 这部电影将于 7月26号在美国上映 哎呀 想看这部电影 也想看那部电影 想听这首歌 也想听那首歌 想去这里 也想去那里 随心所欲 想干嘛就干嘛吧 这里是娱乐秀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吧 稍后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就在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萧芳 拜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又相见不如怀念 就算你不了解 我拿了默的眼 你为何时而不见 对你不是不沉连 也许心情已改变 对你拥抱的感觉 爱是像个冬天 爱是像个冬天 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忘了我吧 忘了我的一切 忘了我吧 忘了那激情的尘备 忘了我吧 就让我们活得轻松一点 或许我在下着雨的夜 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 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 千千不无怀言 就算你不了解 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 Zither Harp 蜥蜴翻飞 衍生你的眼泪 在我转身以前 也让我擦干你的脸 你在挂念那一些 谎言或者是诺言 永远走出我视线 当你越走越远 我会牵手为你画 一个美丽的句点 忘了我吧 忘了我的一切 忘了我吧 忘了那激情的沉默 忘了我吧 就让我擦干我的 轻松一点 或许我在下着雨的夜 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 今天不如怀念 就算你不了解 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 当你的体温 无法温暖我 我如何寻规着 心中隐藏的作品 我不愿意想起你的脸 我不愿绑着你和我 愿不愿如幽灵穿梭 所以愿为你为爱自由 那我家寻览突然 但得不愿意想起宝 忘了我吧 忘了那激情的身边 忘了我吧 就让我活得轻松一点 或许我在笑着雨的眼 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 啊 渐渐不怀念 就算你不了解 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